对于换养宠物的意义 很多人都是用宠物来排遣寂寞 或者打发无聊的时间 但是宠物的意义不止于此 对于有灵性的小动物来说 它们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很多人都已经不局限于养猫狗这样的宠物 鹦鹉这样的宠物逐渐成为人类的首选 有这样一只宠物鹦鹉 突然在半夜的时候灼醒沉睡的主人 但是主人并没有立即醒来 还烦躁地将鹦鹉推开 但是鹦鹉并没有放弃阻止自己的主人入睡 最后意识到一切的主人 反而庆幸鹦鹉叫醒了自己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生活中 人们大多以猫狗作为宠物 鹦鹉这样的宠物很少有人了解 其实鹦鹉这样的小动物非常适合当宠物饲养 很多品种的智商都非常的高 其宠物性绝对不亚于猫狗 小型鹦鹉的饲养费用只需要两位数 而一些大型鹦鹉的寿命更是远超猫狗 是真正能够陪伴人类一辈子的宠物 而且有的鹦鹉还能够学习人类说话 作为闲暇时间的斗趣消遣 无疑是养宠最好的选择 艾伯纳从生下来就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上 成年后因为工作的原因 从温暖幸福的家庭中搬出来独自生活 赌具的生活让她在休息的时候不免感到孤独 因此在朋友的建议下决定饲养宠物陪伴自己 艾伯纳是一位非常热爱小动物的人 因此她从朋友那里领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 作为自己的伙伴 日子也算过得舒适惬意 但是最让她印象深刻的 还是她与自己的宠物鹦鹉 安东尼之间发生的故事 艾伯纳与鹦鹉安东尼的初次见面 是在一个无人的街角 工作了一天的艾伯纳 缓缓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带着满身的疲惫 艾伯纳满脑子想的都是 回到家洗个热水澡 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突然路灯下一个挣扎的身影 引起了艾伯纳的注意 艾伯纳确定那是一只小鸟 落在了路灯下面 艾伯纳好奇地走近 想要一探究竟 原来是一只来自布里斯班的鹦鹉 可是此时鹦鹉的腿部受伤了 她知道这种鹦鹉是 饲养在家里的宠物鹦鹉 肯定是调皮从家里跑出来 才受伤了 艾伯纳环顾了四周 发现周围没有一个人的身影 她知道如果自己不救治这只鹦鹉 那么这只鹦鹉将会面临 失去生命的危险 因此艾伯纳决定将这只鹦鹉 先带回自己的家里 艾伯纳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手帕 温柔地将鹦鹉放在自己的手帕里 然后慢慢地将鹦鹉抱在自己的怀里 鹦鹉没有反抗 好像清楚地知道艾伯纳是在救助自己 安静地配合着艾伯纳的动作 艾伯纳不敢耽误片刻 急忙将鹦鹉带回自己的家里 刚进门的艾伯纳就看到自己的宠物狗狗向她扑了上来 兴许是太久没有见到自己的主人表现得特别热情 可是艾伯纳顾不得和自己的狗狗互动 一心只想着救治自己怀中受伤的鹦鹉 艾伯纳将鹦鹉缓缓地放在桌子上 急忙找来纱布和消毒的药水 准备给鹦鹉包扎伤口 一系列的忙碌之后 鹦鹉腿部受伤的部位已经被处理好了 艾伯纳随后拿来了小米和水 放在鹦鹉面前 挨饿的鹦鹉看着眼前的食物 不由得狼吞虎咽起来 看着眼前进食的鹦鹉 艾伯纳温柔地抚摸着鹦鹉的头部 鹦鹉也非常亲人 回应着艾伯纳的动作 看着眼前如此可爱乖巧的鹦鹉 艾伯纳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此时艾伯纳心里涌现出了一个念头 她决定饲养这只鹦鹉 并给这只鹦鹉取名叫安东尼 在艾伯纳夜以继日的精心照料下 安东尼的伤势逐渐恢复了 身体也变得强壮起来 艾伯纳知道鹦鹉是一种聪明的动物 所以每天都会教安东尼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或许某一日安东尼就能够陪着艾伯纳聊天 事实证明鹦鹉的确是聪明的动物 每天的语言训练早已经让安东尼 学会了简单的日常用语 安东尼还是一只特别活泼好动的鹦鹉 总是喜欢在房子里飞来飞去 每当到吃饭的时候 艾伯纳一叫她就立马飞过来吃饭 她不仅能听懂艾伯纳的语言 而且还能与艾伯纳进行简单的对话 给艾伯纳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当艾伯纳家里有朋友造访的时候 安东尼一点也不怕声 反而飞到客人的肩头 亲切地与自己的朋友互动 艾伯纳的所有朋友 都非常喜欢这只聪明乖巧的小家伙 但是安东尼也有闯祸的时候 有时候艾伯纳在工作 安东尼不是不小心打翻水杯 就是在房间里重复着一句话 几次都惹恼艾伯纳 艾伯纳大吼着安东尼的名字 安东尼也会回答艾伯纳的每一句话 每当如此 再生气的艾伯纳也会立马露出无奈的微笑 艾伯纳仍旧宠着这个可爱的家伙 将安东尼视作亲人的存在 艾伯纳甚至没有想到 这只鹦鹉有一天会救了她的命 那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艾伯纳 早早地入睡了 半夜正是艾伯纳熟睡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脸部被什么东西啄 艾伯纳睁开心松的睡眼 看见安东尼在自己的身边 她以为是安东尼在跟自己闹着玩 可是刚被吵醒的艾伯纳显得有一些烦躁 将安东尼推开后 翻身又睡着了 可是安东尼并没有想要放弃的意思 不停地用自己的嘴巴啄艾伯纳的脸 可能是上班太累了 艾伯纳每次都烦躁地将安东尼推开 并且大声地警告安东尼安静下来 可是安东尼仍旧一边试图啄醒艾伯纳 一边嘴巴里还发出叫声 直到她成功地叫醒了艾伯纳 当艾伯纳看见满房间的浓烟 以闪电般的速度从床上跳了起来 走进厨房 她看见了灶台燃起的大火 艾伯纳立即切断电源 将房间里所有的窗户打开 立马拨打了火警电话 随即叫醒了自己的宠物 抱着鹦鹉就冲出了屋子 艾伯纳站在院子里 双腿还在不住地颤抖 这才意识到 安东尼刚才一系列的行为 都是为了及时叫醒自己远离大火 如果没有安东尼 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心有余悸的艾伯纳 紧紧地将安东尼抱在怀里 难掩对安东尼的感激之情 安东尼也紧紧地缩在 艾伯纳的胸前 彼此安慰着 安东尼至于艾伯纳的意义 不仅仅只是宠物 艾伯纳在寒冷的夜晚 给了安东尼一个家 遇到火灾的危险 安东尼及时地叫醒 艾伯纳才能免受灾难 他们彼此救赎 又彼此依赖 早已经超越了宠物的意义 所有的小动物都是具有灵性的 日复一日的相处 赋予了人类与宠物 亲人的含义 尽管跨越种族 人就能够通晓彼此的心意 如今的社会 宠物早已经不再是 排遣时光的存在 对于人类而言 说他们是亲人 一点都不为过